这一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8日正式启动了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 誓言将向腐败的政治机构发难 据路透社报道 特朗普在新汉布什尔州共和党年会上说 我现在比以前更愤怒更有决心 我们需要一个准备好对付浪费国家力量的领导人 需要一位能在第一天就开始行动的总统 报道称他坚信自己将在竞选中有获胜的动力 并抨击了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 指其他国家故意将罪犯和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送到美国 特朗普还计划在南卡罗莱纳州公布他在该州的竞选领导团队 据了解新汉布什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都被视为潜在的造王者 在首批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的三个州中 新汉布什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占据了两个位置 这使得他们在提名初选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据美联社1月27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于28日盖起2024年总统竞选的征程 访问最早举行提名初选的两个州 这将是他自大约两个多月前宣布参选以来的首次竞选活动 报道称 特朗普将在新汉布什尔州举行的共和党年度会议上发表逐致演讲 然后前往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市 并在州议会公布自己的竞选领导团队 报道指出 在首批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的三个州中 新汉布什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占据了两个位置 这使得他们在提名初选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报道称 特朗普及其盟有希望 此次活动将展示这位前总统背后的力量 此前竞选活动的拖沓开局 导致许多人对特朗普再次参选的承诺产生疑问 近几周以来 特朗普的支持者一直在与政治操盘手和当选官员进行接触 以便在其他共和党人准备迎接自身挑战的关键时刻 为特朗普再度当选 争取支持